呃有那么一点点小事情 本来想的是七点七点半给你们播的 然后现在又多了一个小时左右了 是不是 但是幸好我播的这个时间段呢 你们还没睡 对不对哥哥姐姐们 想是吧呀真好 来咱们把赞赞点起来 哥哥姐姐说帅嘛 然后把直播能分享的可以分享一波啊 咱可以分享的能分享一波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久没有看我视频了是不是 今天就看到我了 今天就看到我的直播了 那是因为什么呀 就是其实我也是时不时的会给大家直播 呃有的时候吧 可能很多家人呢 很多姐姐 很多叔叔阿姨没看到我的直播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你们没有给我点关注知道吧 你们没给我点关注 我直播的时候你们看不到我 对不对 可能你们会评 就是那个运气嘛 运气好的时候刷着刷着就刷到我了 没关注我呢 你运气不好的时候你根本就刷不到我的 真的确实是这样的 感谢我们 谢谢 谢谢谢谢干妈 谢谢谢谢大家 对对对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 今天是端午节哦 祝咱直播节 所有我家人们 所有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端午节安康 谢谢谢谢 太卡了是吧 怎么可能 是你手机卡 是你手机卡 你看一下是不是你手机卡 家人们卡不卡 我这边卡吗 应该不卡吧 对 谢谢大家的祝福 谢谢大家的祝福 谢谢 谢谢 对 咱们把人次啊 就家人们把那个 站在网上搓一下 搓搓屏幕 点点小爱心 然后没有练灯牌的 咱们也可以练一下灯牌 这样子 咱直播节一下子 就会到2000人了是吧 现在只有1700多人 这个人次有点上不去 今天化妆了吗 那肯定的呀 我昨天不是给你们说了吗 不是我今天不是给你们说了吗 我说 今天晚上要给你们直播 那我给你们直播的情况下 我是不是 换一个美美的妆 但是我今天这个妆 化的有点失败啊 我自己看着多丑 我自己 我自己看着都 都不好看知道吧 谢谢 感谢干妈 看到没有 这个脸这么长 然后这个也 黑眼圈也有点重 哎 最近真的 怎么说呢 就是各种事情都有吧 繁星是比较多嘛 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狗呀狗 什么 什么什么呀 你们说什么呀 没有听明白 等一下 这个 1100年了 这个今天 对对对对 对 咱们进来的家人们 我们没关注我的 关注一下我 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我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 欢迎欢迎 干妈大气是吧 来咱们打一波干妈大气好不好 家人们咱们打一波干妈大气 行不行 在直播间里面打一波 辛苦了 小多也在直播吗 没有吧 谢谢感谢五姐 谢谢感谢姐姐 我看了呀 没有啊 没有在直播 对对对 越打扮越难看 哎呀没办法呀 因为 其实我跟你们讲 一个人的外表 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真的 你一个人好不好看呀 你光有一个 关心亮亮的外表 你的心是黑的 你有什么用啊 是不是 对吧 像我这样的 又不会说 我这个人的话 最不上乘的 就是说话 就是说的好听 一点就是那种 我说不来这种 我的性格就比较直来直去的 但是我的心 没有那么多小心思知道吧 那你 你们要想一下 对吧 人家那些 讲的又好看 又又会说会道 对又可能会说的那种 你确定那个吗 牛 来 家妈 打药包 就能量 这种应该是水汁吧 对 来哥哥姐姐们 今天晚上啊 我在直播间 给你们说一句 我想说 忍不了了 我已经忍了很久了 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我要不要说 说还是不说 来 咱们先把这能量 打在光屏上面 就刚刚刚妈给我送的礼 我就说了句谢谢 就糟了 这什么情况呀 你没有说一句话 我就这么说吧 我来到这个地方呢 其实也很不如意 说句实话 我没有像别人那么 就是有多大的本事 我没什么本事 哥哥姐姐们 但是呢 我只想做好我自己 但是别人都 没有这么想过 就不打算放过我说实话 我就直个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们给我说一点理什么的 我来就谢谢 什么都不能说了 现在有点 说句实在话 有点搞我的心态 真的 怎么说呢 可能是黑粉太多了啊 就是有那么多黑粉 在有那么多眼睛在盯着我呢 然后我今天晚上正在直播 我就播了就几分钟 我也没有说什么违规的话 敏感词 敏感词 什么都没说 但是呢 这边呢 就是大概的 我知道是一个什么情况 就是可能是黑粉 请了什么水炬来举报我了 就是这样的 对 对 所以刚刚我才叫你们 帮我打正能量 就是这样的 看一下 我们公皮上面打一波正能量啊 嗯 对对对对 没有经历过 你肯定不知道到底有多难 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呢 反正我就这么认为啊 我觉得就是 那句话怎么说呀 那句话 我突然忘了那个词怎么怎么说来着 什么什么什么 吃什么亏 什么宅一阵 那句话怎么说的 家伙们你们知道的 打在公皮上面好不好 忘记了 我瞬间 明明在我的脑海当中 然后我就 瞬间 我跟你们讲 说不出来了 哦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确实 所以说呀 吃亏是福知道吧 你没有吃贵亏 你怎么知道什么是福呢 是不是 对不对 各位姐姐们 对咱们把站在叠起来 把站在叠起来 搓搓屏嘛 把站在点起来 然后呢 呃 对给你们聊一下 给大家聊聊天 今天有点冷啊 是有一点点冷 我 那个 我我跟你们讲吧 我是 我昨天是来到了我这个 呃表姐的 我我表姐在这里嘛 有一个表姐在这里 但是呢 一直以来 因为我昨天就发了个视频 你们知道吗 我披露去有很多节奏 有的人呢 在那里骂我说 以前没有说有个表姐 现在怎么突然冒出来个表姐 那当时可能有的粉丝会 他们会觉得 哦怎么怎么也会这么去想嘛 但是我想在这里说一声 呃 亲戚比较多啊 我们姨子的话 亲戚特别多 呃 不一定就是你最亲最亲的表姐 才是表姐 只要是有亲戚关系的 都是表姐 就是这样子的 都是亲戚 我们姨子就是这样子的啊 家人们 然后呢 我也不可能就是 我身边的每一个亲戚 每一个亲人 每一个朋友 我都会一无一时的 拿到这个婚礼网上面来 给大家说啊 我的哪个哪个怎么怎么样 哪个哪个怎么怎么样 我不一定全部都要说呀 是不是啊 我把我一家人的事情 对吧 我家里人的事情 我给大家说 就可以了 是不是这样子的 那 突然有个什么表姐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呀 而且我表姐也不止一个 说句实话 我有七个舅舅 然后我妈妈 他们是我小姨 还有我一个大姨 大姨 他们是三姐妹 加起来是十个 这十个大舅 所有亲戚 你们算一下 然后还有我姑姑 我叔叔 我谈叔 我谈姑姑 特别特别多 全部都是亲戚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很多人可能 很多家人呢 可能没有办法理解到我们这一点 但是 我现在 我昨天来到我那个 我昨天来到了这里 我表姐这里嘛 然后 对对对 然后呢 就是他 他在这边嘛 就是我在的地方 其实离他的公司也不远 然后他就 找要来接我 到来 来到他的这个公司 然后我今天 我现在也是坐在他公司里面 给你们直播的 因为我刚刚没说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啊 我有六个 哦 那你跟我差不多一样多 你你你 差不多跟我一样多啊 所以说呀 而且就是说 我表姐也对我特别好 对我特别照顾 包括他这个手提箱的 缘故呀 什么都是 对我特别的照顾 但是我就是觉得 很不好意思 知道吧 而且平时吧 他这个人呢 他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都要忙 他工作比较忙 所以他还要就是 从世界来照顾我 怎么样 我就觉得有点 有点 心里面有点贵不去 说句实话 对对对对 是的 他是一个那个 之前也没有 给大家说过嘛 因为我觉得 不管什么 世界都拿到这里来说呢 很多人会觉得 哦 你又在那里吹牛了 或者怎么样 我就不想说 然后今天 为什么今天晚上 我说这些呢 是因为我在他的公司里面 我就想 其实也不是为了 给大家解释什么 我就是想给大家 分享一下 就是这种日常呀 就是怎么样 我就是这样 就是为了 让你们不用那么 当心我 知道吧 对就是我 我在的不是家上吗 然后我 他离我那边 也很近 就坐车 就一个多小时 就是样子的 学 学中 怎么怎么怎么 呃 真的很善良 很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夸奖 谢谢大家的夸奖 而且我表姐他 因为他前两天 给我说的时候嘛 就是我跟他说嘛 就是我在那边 他说要来 接我到他这边来 我说你那么忙的 是不是 你你他皮肠 呃 基本上都是那个 飞到国外去 或者怎么样 就是飞来飞去的 因为他是一个企业家嘛 所以我觉得 我说你工作那么忙 你哪能哪里呢 顾得上我 然后他又觉得 他说 他说没事 他说我 因为我也一直都在 农村里面待着嘛 大山里面 他说你也没 以前也没怎么出来过 是吧 这里也没有什么 好一点的那种 呃 工作你也找不到 他说要不你来 我这边参观一下 看一下 然后呃 你觉得可以 你就来这边学习 学习 就这么跟我说的 我前两天 直播的时候 是不是给大家 说过这句话 就是我说 我一个一个朋友 一个亲戚 他叫我去 他那边去学习 学习怎么样 我有没有说过 家门 呃 我说过 你们听到过的 咱们 我说过的话 咱们打一波 说过两个字 好不好 有没有 哦 直接打个有 也可以 直接打个有 也可以 对对对 然后当时 对当时 我记得 我还跟大家说 我说 我还在考虑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对吧 而且我跟你们讲 今天我在的这堆龙 就是很大 一堆龙 都是他的 真的 真的 说实在的 就是 太优秀了 太优秀了 真的 所以他 我跟你们讲 虽然他这么优秀 他这个人 不会觉得 自己有 有什么 实力了 然后就高高 在上那种 没有这样子 他会把我们 这些亲戚什么的 他看的就 特别的重 知道吧 特别的重要 就是这样的 也会对我们 特别的特别的关系 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 是的 你们有没有在 照片里面 看到过他 也叫什么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 打一波 看到好不好 对然后呢 你们说 今天有点冷吧 因为我想的是 确实也是 好久没见了嘛 我想的也是什么 我先来到这边来 也顺便也来 看完一下他 然后也看完 像他的公司 然后我就 什么行李我也没带 我就穿了这身衣服 你们看我 昨天也穿了这身 今天也穿了这身 你们问我冷不冷 今天确实有点冷 但是呢 我今天白天的话 也还好 因为在这里面的话 只要不开空调什么的 就会很暖 知道吧 加莱尼会像表姐一样的 我也失望呀 但是这个太遥远了 然后他 他也跟我说 就是在这边先待着 他说先安心的在这边待着 然后我现在说句实话 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我比较迷茫 因为我在这边待着吧 你们也知道我没什么文化 然后而且这个企业家 大部分需要的都是文化知道的 所以我也不想一位就是 他一位他 干嘛呢 直播啊 你冷不冷啊 你把空调打这么大 哦 不冷不冷 他穿的少 我现在关了 我那个我刚刚就给咱住 我就不见了这些粉丝聊你呢 聊你 一直聊着 然后你有没有来我都没看到 你坐不坐 我那边刚忙啊 你坐你坐你坐那边 你坐那边两个凳子来 你我跟你讲你穿的太少了 你不知道这边的气候啊 还不像在四川那边呢 他就是早晚他的温差会差得特别大 晚上的时候很冷 而且这两天还下雨 我昨天还想着 我要戴个穿个长裤和外套嘛 但是昨天他也太大了 有点热 我接你过来 让安心接你过来 然后你竟然都不带行李 啊 没有 你真真气我 没有没有 我跟你讲啊 就是这么多年了 你别管咱们亲戚远不远 你能过来的话 家里面他告诉我的话 你就放心 你就在这边待就行了 知道吧 本身的话 你有什么事情 你都都不讲出来 哎呀 那个 丫头表姐好 哎我的天哪 来家伙们来打一波 欢迎表姐好不好 打一波欢迎表姐 可言表姐照顾啊 对 哎呀 谢谢你们啊 其实我跟直播的话 也不是说我算她的这个表姐 因为我我姐姐是嫁到这个 呃 她们那边 然后的话是 欢迎你啊 谢谢你们啊 姐姐姨妈 哈哈哈哈 我跟你讲啊 我还是更喜欢 呃 四川那边的气候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她没有那么多的 像航空这边这么多的雨 感觉到没有 对对对 但是哦 那个时期比较重 嗯 但是这个是怎么说呢 因为按照就是 这直播宴的 直播宴我直播宴都是汉子嘛 汉子的这些姐姐的 那种的话 这种亲戚可能就不算什么亲戚 他们会这么热味 但是我们姨子的话不一样 就是这种会扯上就是 什么表姐表妹呀 或者姐妹呀 就是这种 你就叫姐就行了 哈哈哈哈 这是哪里呀 就在我公司啊 你这样啊 既然呃 跟大家去见面了 我也问一下大家的一个意见啊 因为你们知道啊 直播呢 他就是从小到大的话 因为他是家里面老大嘛 其实他承载的压力也很多 因为他要照顾这些弟弟妹妹们 而且的话 弟弟尤其是也是刚结婚不久嘛 然后他自己说出来的话 也想要去为家里面去做一份贡献啊 然后你说一个人就出来外边了 我觉得不管到什么时候 哪怕说是亲戚里的不尽 但是我在这边有这份力量 你必须要去管 对不对家人吧 你说我要不要管 要管的话打一个要管 哈哈哈哈 不不不不 我还漂亮小爱姐姐姐吗 你看我跟中文一比的话 我都40岁的人了 老了 哈哈哈哈 不是主要是什么呀 主要是我表情的话 他比较忙知道吧 因为我也不想太麻烦他 这样子 因为他皮上什么 他基本上就是 跟那个迷信啊什么的 就是 对见的就是 就是这种 所以说我有点不好意思去麻烦他 就是这样子 我告诉你啊 这都不叫麻烦知道吧 都是互相去这个帮助的 你看我姐的话 在家里面的话 他也是你们去照顾的更多呀 知道吧 我又不能说是天天在重庆 在四川那边去待 所以说 我觉得 你不管怎么样 要把行李去拿过来 家人们你们看我说的对不对啊 因为直播间的几家 因为都是这个 芝莫的这个 属于是娘家人一样 对不对 对 娘家人在不在 在的话打个在 哈哈 因为他跟我去讲啊 没事的时候呢 因为其实你看最近的话 他也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他没事他就会直播 跟大家去聊天 因为他平时的话 他是一个很内向的孩子 他不太去讲他自己的一些事情出来的 而且其实你知道他内心善良 而且又很要强 想要去靠自己的这一份力量吧 但是我觉得直播间的姐家姨们 你知道吗 他们都是很担心你嘛 你说你一个人在外面 虽然说是有一个小朋友 但是你看 然后他也跟我去说啊 说明因为文化的一个情况 然后很多的地方 也没有办法去工作 我觉得你看我自己 很多姐家姨们也认识 认识我也知道 我们本身的话是做这个美业的 然后美容院 然后又有这么多的这个连锁 我觉得你就是哪怕说是不开店 来这边去学习一下手艺 我觉得也挺好的 家姨们你们觉得行不行 不是主要是模式什么呀 我有点担心嘛 就是我害怕我做不好知道了 哎呦你总担心你做不好 对 还有那个表姐 不是我看你那么忙的 其实你不用管我的 我就给我主播间的家姨们聊聊天 就可以了 真的 没有什么事情啦 我跟你讲白天的时候就是比较 对呀 我今天还看到那个一个什么香港的明星啊 在我过来的时候那个楼下 他们有很多的话会来这边去 有的谈合作呀干嘛的 他们也是来谈合作的是吧 对 我跟你讲 对你把给孟孟的那个礼物也给她 这个的话 对 昨天的时候你不是说喜欢吗 然后你因为你这一次 你也没有带很多的东西 在酒店住着可能有好的东西 你也用不惯 反正你就是先先拿着 然后还是我刚才跟这不见的姐家姨们去说的那句话 哎呦天呐 还是我跟这不见姐家姨们去说的那句话啊 就是你先在这边 这么大的礼物 在这边去住下来 然后我觉得先去学习一下 对不对 姐家姨们 那个那个 这个太贵重了 不能说 哎呀 这个贵重啥 你之前的时候你不跟我说了吗 说你自己感觉挺好的 你又去外面 对呀 而且你之前也给我制了那么多 是吧你再送你这个要破产了 自己家的东西这有什么的呢 你别跟我去客气啊 你看到没有 好人生平安 直播间的很多的姐家姨们 他们都是非常非常希望你能够这个更好 知道吧 然后他还跟我去说 他说有一个 还有一个粉丝 还要跟他去这个 跟他跟他去表白 是不是啊 给他给他也搞的有点 不是 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单识 我跟你讲 我说你带我我也看一看 单识我就懵了 然后还有的人会自问 那个就是 那个嘛 不是 我那个我闺蜜不是 今天晚上他就回那边去了吗 他昨天跟我一起来的嘛 然后当时就是他 他就觉得后期 然后他就拿个手机录了 然后就让他说 就是 这个识别发出来呢 就是也就是怎么说呢 因为 他我们以前日晚 就直播间的粉丝 只有 哥哥或者是阿姨 或者叔叔就失落 然后他就他就在那里笑画面 那个粉丝找了之后 他说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年轻的粉丝呀 把我刚刚的真的 我不知道说什么话 我就当时把我吓了一跳 我的天哪 接家里面 就是这个意思 我跟你讲啊 其实我觉得 直播的话他很优秀 大家认不认同 认同的话打一个认同啊 我觉得有人喜欢你啊 有人想要追求你的话 这都是很正常的 因为你够优秀 而且的话 现在的话 也是这个年纪 但是呢 直播一直跟我去说 他一定说是要以这个 自己出来 想要去工作为主 想要自己有一份事业 我觉得这个孩子很像我 因为我 你看 我从出生之后的话 我也是靠自己的双手 一步步的去打拼出来 从一家店 然后做成连锁 然后到现在的话 几百家 再包括这一些明星啊什么的 来界面去合作 都是要靠这个过程 所以说我很欣赏 他这一个能够走出来 你们知道 我不知道直播间 姐家里面有没有 一样也是在大山里面 住过的 或者是生活过的 或者家里面 有大山里面的 有的话打个有 你知道能够去走出来 这一份勇气 真的是很难得的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真的很棒 很棒很棒 直播棒不棒家人吗 棒的话给他打一个棒子 不是 那个姐 你把我说的太好了 真的 因为 本来的话就是还年轻 然后能愿意出去闯 我跟你讲 这就是你的本钱 不要觉得其他的一个东西 而且的话 姐在这边 我觉得你先去 为什么我想让你去学习美容呢 这不见 几大一门 有没有做实体的 有的话打个有字 我觉得实体的话 它还是相对来讲 现在大环境还是很稳定 其实我要不然的话 你第一的话 也可以去选择 就是实体去 跟我一起去做美容 因为我是这样想的 以后的话 也可以去开一个店嘛 你不开大的话 开一个小的 回到回到家乡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家人吗 你们觉得芝麻可不可以 可以的话 咋可以 我感觉有点难 真的 我感觉我 他就你这总觉得 对自己感觉没有自信 没有接触过 确实没有 我画照都是后面妈妈学的 但是呢 说句实话 我对这个 这方面还是挺感兴趣的 挺感兴趣的 你看 感兴趣就可以 是不是姐家姨吗 对吧 哪个哪个女人不爱美吗 是不是 多想多想这样子的 是不是 包括我直播下的姐姐们也是 希望自己那个啥 对吧 我就很赞成她 以前的时候 她也不太爱去化妆 后来的时候 我就说 你看你打扮起来 真的很漂亮 然后的话 但是我更喜欢 就是她的大长头发 头发长长的 给她是什么礼物啊 给她的就是洗发的 就是我们这边的话 美容院不是有这种 养护头皮的吗 因为她这种头发太长了 不像说那种 平时的短头发 比较好打理 然后给她一种 我们做头疗的这个东西 以前的话 也给她去寄过 她就觉得 不好意思麻烦 觉得太贵重了 所以说我就给她拿回去 因为她这两天在酒店嘛 我这边的话也是 房子离得太远了 给她在我们这边的酒店去住 然后我下一步的话 我就是这样想的 就觉得 给她 让她把行李去搬过来 在我们这边的话 去学习 然后就是想当着这边的姐姐阿姨们的面 你这样我还有一个 你这样我还有一个礼物 不算礼物吧 就是这个的话 我想当着这边的姐姐阿姨们面 你这样 你给我找个地方 来你把这块让一让来 我把这放到这里来 你把我你把我准备的那个拿过来 我问一下这边的姐姐阿姨们啊 你看啊 我想当着这边的姐姐阿姨们的面啊 也不算是礼物吧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芝末来了 你看来了两天了啊 她平时的话 大家知道她这一个条件 还有她的这个情况 对不对 出来的话就是想要去赚钱的 想要去这个 能够去靠自己的力量 但是呢 在外面花销的也很多 对不对 我这一份礼物呢 可能有一点俗气啊 但是是当姐的一份心意 所以说当着直播间的姐姐阿姨们的面啊 然后反正你也你也不用拒绝 你也别嫌这俗气 也不信你 不是不是不是 那个姐真的 对你把我准备那个 不是你 太贵重了 而且你对我已经够好了 说句实话真的 你拿过来来 我给你 真的她平常都是给什么明星打交道啊 什么富婆呀 就是这种 然后她现在 因为我在这边 她就特意来就是照着我 反而还觉得这种 大不了你工作那种 来就这样 不不不 不行不行不行 这个我绝对不能收 这个不能收 你这个 你这个给我 你给我 你给我 我就走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姐姐姐们啊 虽然说因为我平时的话很忙啊 你看做实体的 没有一个不忙的 是不是姐姐姐们 她都要去这个接待一些事情啊 然后包括去谈一些合作 还有一些项目 然后很多时候 我是让助理去陪着她 然后呢 这个孩子啊 就是花钱的时候 她竟然去抢着去花钱 你说你一个人出来 本身的话 她就没有 没有在呆那么多的东西 然后你还在这边 你还抢着花钱 你说当起的 怎么可能让她呢 对不对 姐姐姐们 是的 所以说这份 虽然说是有一点俗气 但是你放在里面 因为你听 你听姐去讲啊 不行 太 你听姐去讲 呃你 因为你在这边呆 你不要呆一天 呆两天 我不可能天天 说是陪在你身边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看 我跟你 我去来这个 去负责把控 但是助理的话 你不能说是自己拿出来呀 你想花什么 就是放在你包里 这样的话 姐也安心 对不对 不不不 不行 我来这边 你们已经很照顾我了 是不是 你这样 我跟你讲啊 你这孩子一直 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呃 我也不听你的 你也别听我的 是不是直播间的姐姐阿姨们 对你的话 都像自己家孩子一样 对吧 对对对 确实是啊 拿你当孩子 拿你当这个自己的妹妹一样 不是 所以说我们问一下 有的粉丝叫我说一下 家人们 这个我感觉不好吧 这样子就那个 我问一下直播间的姐姐阿姨们 你这样 我问你 是不是他 姐姐姐阿姨们把你当做 咱们的这个妹妹 你把他们当做姐姐阿爷 自己家娘家人 对对对 什么时候都是姐姐阿姨们 给你去这个指点 然后你跟他们去聊天 所以说我跟你讲 他不听我的 他更听姐姐阿姨们的 你们说要不要收下 收下的话 打两个字收下 你们说收下的话 他就听了 你看吧 你看自己看 直播间的姐姐阿姨们 我怎么感觉直播间的家人们 都现在都听你的话了 不是听我的话 知道吧 是因为他们更希望你 能够先有一份这个 让姐能够安心 知道吧 在这边 不是姐 这都是小事情 我跟你讲 然后我后面的话 我会去让司机 接 那个表姐真的 我不知道说什么了 因为 其实我你知道吗 你前两天 因为之前我一直不来 也是有缘的 我害怕你会这样子 我就觉得 我知道 你这个性格 我觉得我 哎呀完了 我有点想哭了 不哭 我跟你讲 你就听姐的 我告诉你 接着是想告诉你什么呢 你虽然说是出来了 一个人都出来了 但是你要记得 你不只是一个人 你有姐 还有直播间 这么多善良的姐姐阿姨们 我们会一直 在你的身边 去陪伴你 去支持你 对不对 家人吗 是的 咱们 谢谢 值不让你姐姐阿姨们 不管到什么时候 我们都是你的靠山 对 来家人吗 咱们打一波 谢谢表姐好不好 你看表姐对我这么好 是不是 又是 你没想象我在这边 她给我安排住的 吃的什么的 哪怕都不让我走 两步路知道吧 什么都是她安排 然后现在还要 给这么大一个 这个直播间是不能录的 这个好像是 不能录 你放起来就行了 你别管不能录 就是来你给她 放她的包里 可以录 可以录的话 我就想给你们看 但是不能录 因为这个 那个傻 对 你就安心的 就在这边去学习 然后感受一下 先让自己去看一下 喜不喜欢这个环境 反正呢 要不然的话 在这边 或者说你想在哪里的话 姐在这边的话 毕竟待的时间也长 你想要去哪一个资源 姐都给你去提供 就完事了 什么时候 你看直播间满公平 都把靠山打出来了 都是你的靠山 学习美容很好的 是不是姐家姨吗 是的 你看 女孩子 做一点美容 然后基础的 也都是女孩 对 我想问一下 咱直播间的家人们 哥哥姐姐们 你们觉得 我适合 去做美容吗 当然了 姐家姨 你们说 适不适合 对 适不适合 家人们 你有表姐在呢 表姐是你的靠山 姐家姨 是你的靠山 你要加油 要有自信 可以 看到没有 要有自信 我全部都知道是喝 确定吗 喝表姐去打工啊 也不算打工吧 就是互相去这个学习 也希望她能成长 因为孩子毕竟还小 我觉得要感谢的话 也是感谢直播间的姐姐阿姨们 对你就自信一点 你自己姐在这边呢 而且有这么多的姐姐阿姨们 都是你的靠山 都是你的支柱 是靠山的打两个字靠山 是的 让咱们直播去看到 对其实吧 一直以来也是 他们是我的靠山 你们也是 你也是 就是我家里的也是 因为我玩这个互联网 我多少次我想过要放弃 但是他们一直叫我 一定要坚持到底 就是叫我不要放弃 他们说 从这些粉丝呢 陪我一年 差不多两年了 就一直默默地维护我 我的每一场直播都没有错过的 是咱直播间 这些难件的 让我坚持到了今天 就是这样子 看到没有 满公平都是咱们家人的靠山 谢谢 表姐是我们的靠山 姐姐阿姨们 你们太可爱了 感谢你们去对芝末啊 因为这个孩子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有大家的支持 以后的话一定会更好的 先去学习 感觉自己喜欢呢 然后就在这边 到时候姐可以给你去开一个店 赚了算你的 亏了算我的 行不行 谢谢大家人们 太可疑了 这样子不公平了 这样子对你不好呀 我们有礼物吗 你们要什么礼物 你这样姐姐姐们 如果说你们过来这边 因为我在广东上海深圳啊 这边的店比较多 到时候你们过来看芝末 然后我请你们做美容 做项目 行不行 行的话打行 太行了 非用我出好不好 这算礼物吗 那个咱吃不愿的姐姐阿姨们 其实我给你们说一下啊 就你们知道吗 我表姐的话 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说句实话 因为你 其实很多跟她这种年龄的 可能什么都没有的都有 是不是 但是她不一样真的 她打 她打造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